北宋大师邵康杰的预言被公认为相当准 看了他的预言,突然想到日本2062年未来人所说 印度将统治大部分的亚洲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早就不存在 似乎可以从邵康杰的预言之中看到相同的结果 真的很可怕 邵庸给中共这个国家两个字,可怜啊 为什么说看了邵康杰的预言,认为大势不妙呢? 因为他的预言,梅花师只有十姐 为什么那么短呢? 那是不是代表说,后面他不再预言 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印度灭亡中国 所以就难过而不想再多说了 有可能哦 他的梅花师每一节代表一个朝代 从第一节北宋 再来南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民国 中共 台湾 再来可能是印度吗? 我们先来看看他对民国的预言 汉天一白,汉江秋 汉天指汉人又从胡人满清手中夺毁了江山 这个白就是青天白日 汉江秋当时辛亥革命 武汉就在汉江旁边 桥翠黄花总带愁 黄花通常指的是菊花 菊花的叶片一片一片的凋落在地上 像不像当时中华民国被军阀所割据 国土呢 一块一块的七零八落 大家都愁眉苦脸 一愁莫展 即要半生鸡斗影 即要指的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 国旗 民国十九年 蒋中正打败军华 统一中国 所谓黄金十年 就此展开 而所谓鸡斗指的是星术的名称 那就是中共的五星 星星 所以指的是中共已经开始到处判乱 发展势力 银指中共隐藏在政府各机关里面 甚至各行各业都有 鸡斗影也指民国政府迁来台湾 定都台北盆地 因为你看那个地图 台北盆地就像是鸡斗 也就是奔鸡啦 奔鸡 金乌隐匿海山头 金乌指的是太阳 隐匿海山头 台湾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海上啊 所以这指的是国民政府前来台湾 另外一个指的是日本被打败 但中华民国耗尽元气因此呢就迁移到台湾来 再来看中共的预言 银雾昌芒各一天 云就是乌云密布 下大雨 水灾 雾呢 雾满 空气污染 火灾 火灾会很多熔烟产生嘛 或者毒气 毒气也都会有雾气啊 蒼 农田 蒼凉啊 这就是大饥荒 1960年就有过一次了 莽呢 大大水灾嘛 推背图2020年说的汗水莽莽 各一天 大家轮着来啊 所以第一句指的是中共建政以后 中国就多灾多难 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啦 可怜西北起风烟 可怜啊 指的是新疆维吾尔人 现在被种族灭绝 听说妇女还被限制生产打胎 他们很可怜 那这边恐怕会发生暴动 这就是启动中共政权灭亡的号角之声啊 西北边当然也包括内蒙古的西部 内蒙古西部这边啊 北边就是外蒙古 而中共而外蒙古呢 最近都跟俄罗斯联合军演 那目标都是指向中共 有人说蒙古将再度崛起 所以俄罗斯境内 由蒙古族裔所组成的两个国家 近年来呢 频频向普丁挑战政权 想要当这个俄罗斯的 而蒙古人如果真的想要再崛起 那当然是要入侵中国 崛起中国的庞大资源 就像当年大蒙古帝国那样 那毫无疑问的蒙古将会跟俄罗斯联手 第三句 东来报克西来道 这很明显嘛 报字有个日 而日军以前入侵中国就相当残暴 所以这报克就是日本 西来道西西藏嘛 印度啊 最近才刚大大冲突了一番 而现在印度的人口跟中国不相上下 已经飞无下阿盟了 最后一句 还有胡尔在眼前 这胡尔指的就是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等等等啊 也就是新的八国联军 大家都以为俄罗斯应该是 站在中共那一方的 但最近普丁竟然当着国际面前揭发 中国有大水灾啊 中共极力要掩盖的灾情 结果普丁竟然这个 把你大喇喇的公开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代表说 普丁 俄罗斯准备给中国好看 这几年来 俄罗斯人对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的这个扩张相当不满 例如贝加尔湖淡水的引用冲突 还有威海卫这边领土的争议 这个都导致俄罗斯准备向中共开刀 那这一首诗到底能不能看出长江大坝会溃体呢 个人认为可以 因为第一句 第一个字云 为什么他要用云当第一个字 云代表下大雨嘛 代表水灾嘛 也就是说 在少康姐眼中 这个水灾就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如果以长头诗来看 每一个四个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 就是云可东环 这个下大雨下到东边 东边上海这边 那就是溃体了嘛 再来看第八节 在新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之后 台湾被当作棋子 因为跟中国同文同种 当然是来收拾残局 第二句 共聚河中却大难 共指的是中共旧政权 季指的是台湾 为什么 季 你看这个季啊 旧季的季 季是不是有三点水 指的就是在海上 在水上的台湾 季呢 这个齐啊 齐就是齐果 以前的齐果 是不是江太公所建 江太公的江 下面有没有一个女字啊 这个女啊 就是共济会的总舵手之一哦 所以这共济啊 指的是台湾已很明显 而且说不定指的是蒋家 再度兴起 暴死游流皮一席 这暴指的是中共 因为报是身上滑纹一点一点的 这个就像是繁星点点 指的就是五星席 那这个皮一席的席 因跟习近平的席是同音 暴死游流皮一席 指世界各国打败中国之后 打败中共啦 打败中共之后 由台湾来统治 那表面上 中国虽然还保有国家的形势 但事实上 很难主导啊 就有点像二次大战后 日本被美国占领时候的情况 最佳秋色在长安 这个安字啊 里面有个女 所以指的是台湾的女总统 当那个时候 因为其他大都市北京啊 上海啦 都被战国所蹂躏嘛 只好迁都到长安去 第九节第一句 火龙自起燕门秋 这个火龙啊 火龙年指的是2036年 这个跟很多未来人所说 2031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 那你2036到2031 大概就是六年嘛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 可能是七八年 而2031年之后呢 元璧英南造势收 也就是说 中国这块土地 可能没办法由中国自己人来统治了 也就是说 台湾甚至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请退 也就是2062年 未来人所说的 印度将统治中国 一愿梨花春有主 连消风雨不需愁 梨花这个梨 有点跟这个跟婚礼的梨谐音 代表说 中国四分五裂 但不用愁 最后还是主人 还是会回来的 那主人是谁 当然是台湾 谢谢参观